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七十年前,我们的先辈经过浴血奋战 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翻过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这一胜利来之不易 七十年前,我们的先辈以远见着实 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 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 寄托人类新愿景 开启合作新时代 这一创举前所未有 七十年前,我们的先辈及各方智慧 制定了联合国宪章 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 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这一成就影响深远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九月三日 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 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作为东方主战场 中国付出了伤亡 三千五百多万人的民族牺牲 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 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 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 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 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以史为鉴 才能避免从蹈辅折 对历史 我们要心怀敬畏 心怀良知 历史无法改变 但未来可以塑造 铭记历史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 传承历史 不是为了纠结过去 而是要开创未来 让和平的星火 代代相传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联合国走过了七十年风风雨雨 见证了各国 为守护和平 建设家园 谋求合作的探索和实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联合国需要深入思考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 更好地回答 世界和平与发展 这一重大的课题 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 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 和平发展进步 的阳光足以穿透 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 世界多机化进一步发展 新性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崛起 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 新挑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目标远未完成 我们仍需努力 当今世界 各国相互依存 修期与共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为此 我们需要做出以下努力 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 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 联合国宪章贯穿 主权平等原则 世界的前途命运 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 世界各国 一律平等 不能以大压小 以强凌弱 以富 息贫 主权原则 不仅体现在各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容侵犯 内政 不容干涉 还应体现在 各国自主选择 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应当得到维护 体现在各国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 应当受到尊重 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 不搞单边主义 要奉行双赢 多赢 共赢的新理念 扔掉 我赢你输 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协商 是民主的重要形式 也应该成为 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 要倡导以对话 解争端 以协商划分歧 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 建设全球伙伴关系 走出一条 对话而不对抗 接拜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大国之间相处 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大国与小国相处 要平等相待 建行正确毅力观 毅力相间 毅重于力 我们要营造 我们要营造公平正义 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国安全相互关联 彼此影响 没有一个国家 能凭一己之力 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 也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 收获稳定 弱肉强食是聪明法则 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 穷兵独武是霸道做法 只能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 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 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 我们要充分发挥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 在指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 通过和平解决争端 和强制性行动 双轨并举 划干戈 唯玉博 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 国际合作 齐头并进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防战争祸患与未然 我们要谋求开放 创新 包容 互惠的发展前景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 放任资本逐利 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 缺乏道德的市场 难以支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 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的局面 不仅难以持续 也尤为公平正义 要用好 看不见的手 和看得见的手 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有机统一 相互促进 打造坚固 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 大家一起发展 才是真发展 可持续发展 才是好发展 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 推进互帮互助 互惠互利 当今世界 仍有八亿人 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每年近六百万孩子 在五岁前夭折 近六千万名 儿童 未能接受教育 刚刚闭幕的联合国发展峰会 制定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 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 共同营造 人人免于匮乏 获得发展 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 我们要促进 何而不同 坚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类文明多样性 赋予这个世界 岔子烟红的色彩 多样带来交流 交流孕育融合 融合产生进步 文明相处 需要何而不同的精神 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 彼此借鉴 和谐共存 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 欣欣向荣 不同文明 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 和贡献 没有高低之别 更无优劣之分 文明之间要对话 不要排斥 要交流 不要取代 人类历史 就是一副不同文明 相互交流 互建 融合的 宏伟的画卷 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 平等相待 互学互建 坚收并蓄 推动人类文明 实现创造性发展 我们要构筑 尊重自然 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 但归根结底 是自然的一部分 必须呵护自然 不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 我们要解决好 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 从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目标 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 关乎人类未来 国际社会 应该携手同行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将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我们敦促 发达国家 承担历史性责任 兑现 减排承诺 并帮助 发展中国家 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13亿多中国人民 正在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而奋斗 中国人民的梦想 同各国人民的梦想 息息相关 实现中国梦 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 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离不开各国人民的理解 支持 帮助 中国人民圆梦 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遇 必将更好促进 世界 和平 与发展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无论自身如何发展 中国 中国 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 永不谋求 势力范围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 继续奉行 互利 共赢的 开放战略 将自身发展的经验和机遇 同世界各国分享 欢迎各国 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一起来实现 共同发展 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是第一个 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将继续维护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 站在一起 坚定支持 增加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 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此 我宣布 中国决定 设立为期十年 总额十亿美元的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支持联合国工作 促进多边合作事业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新贡献 我宣布 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 维和能力 待命机制 决定为此 率先组建 常备 成建制 维和部队 并建设 维和警队 并建设 8000人规模的 维和待命部队 我宣布 中国决定在未来五年内 向非盟 提供总额为 一亿美元的 无偿军事援助 以支持非洲常备军 和危机应对 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在联合国迎来 又一个十年之际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起来 携手构建 合作共赢 新伙伴 同心打造 人类命运 共同体 让住建围离 永不再战的理念 深知人心 让发展繁荣 公平正义的理念 践行人间 谢谢各位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